大家好,我是Tony 今天聊一下德州钓组挂底的问题 德州钓组是公认防挂性能最好的钓组之一 那为什么有人在用德州钓组钓鱼的时候 还是会经常挂底呢 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贪 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在海钓的时候啊 有的鱼它嘴不大 它是靠捉的 它很经常啊 咬不中钩门 它一口没中啊 这个时候如果你还继续的挑逗 那你就很容易挂底 因为耳大概率已经被咬错位了 钩尖已经露出来了 就没有什么防挂性而言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果断的把耳收回来 把耳重新调整好 再刨刚才有口的位置 这样呢就可以避免挂底 再把那条鱼给钓上 看见没有 这就是刚才那一口没中 把耳收回来 它就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现在别着急 把耳整理好 反而重新整理好 满血复活 重新再战 有的时候你挂一次底 你耗费的时间呢 都够上好几条鱼了 中了啊 这不就来了吗 所以说就别摊 错过来一口 赶紧收回来 整理好 重新再跑 是你的 跑都跑不掉 不是你的 你下海去捞 你都捞不着 钓鱼看技术 种鱼看运气 这句话啥意思 就是说我只能教你 用正确的方法去钓鱼 但你要问我怎么 才能每次都能钓到很多鱼 那我不知道啊 我自己都经常空军 没有空军的人生啊 是不完整的 好 这期就到这了 我是不定期更新的 拖延症患者 Tony 咱们下期再见